现阶段的美台关系虽然在升温,但是还是停留在这个非官方的关系之上,那蓬佩奥所提出的这个直接跟中华民国建交呢,那他就有几种可能性,第一个是他直接打破了一个中国, 这个1979年之前,这个一个中国对于美国来说是中华民国,后来当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,他是不是要打破这个,他显然是所谓的恢复邦交,那他是不是要去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一个中国的代表,我认为全世界现在这已经是一个不符合现实的一种判断, 现在全世界说到中国,大家想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,所以他如果要跟中国,中华民国所谓的恢复邦交的话,那他是考虑的是一国两府,还是两个中国,还是一中一台,他显然讲的不是一中一台, 他在他的这个演讲里面有讲到,他说中华民国既是主权独立的国家,不需要再进行独立,所以那我觉得这就是打破美国自己的既有政策, 我认为现在或许能不能做呢,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共识的,但是蓬佩奥在两岸问题上,美中问题上,台海问题上,确实是有他的代表性, 他在川普总统的任内,他某种程度的是把之前美国的这所engagement policy,做了一个停止, 然后开始在一些,他们认为这个北京当局这边的一些政策上的,不管是外交上或人权上的,开始做一些批评, 那现在拜登政府很多的中国政策,或者是台湾政策,都延续了当年川普政府,蓬佩奥做国务卿的时代, 所以我认为蓬佩奥他的一些,过去当国务卿的影响力到今天还是存在的, 那他是不是认为自己壮志未完,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完成,所以卸任之后还想要继续推动, 那只能说,相信革命也尚未成功了,那对于台湾来说呢,就要去评估,对于我们的影响会是什么, 那如果美国真的如同蓬佩奥这样子,愿意去打破一个中国政策的框架的话, 两岸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,美台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, 我觉得有一点呢,我觉得蓬佩奥先生讲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, 就是他的所谓的战略清晰,不只是一个出兵与否的清晰, 是整个台湾态度上的清晰,他有提到不管是经济上, 或者是说外交的一些往来上, 我相信这个对于大部分台湾的民众都是欢迎的, 但是讲到说所谓的美国是否出兵在两岸发挥正事的时候, 我认为台湾人民大多数都是希望那一天不要到来, 就是说连美国是否要来这个问题都不想要去思考。